南韓即将迎来总统大选 日本议题再一次成为烫手山域 未安赋还有奴隶劳工的历史创伤 至今仍在南韩法庭上争吵不休 甚至引发日本对南韩发动贸易战 韩日分歧不断扩大的同时 有民调就显示 南韩的从日情绪转变为 反中亲美 我们也要请到韩国同德女子大学的 金润泰教授 为我们分析 这会如何影响到总统候选人的政见 最后牵动国际局势 看完了南韩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这次我们也请驻日本东京的 特派记者梁珍妮 带我们来看日本民众 怎么看待日台还有日中关系 欢迎收看全球聊天室 我是Gino王显瑜 今天的说新闻 我们要到朝鲜半岛来看看 3月9号南韩就要选总统了 那就像在台湾 我们每逢选举蓝绿 都一定会炒作中国议题一样 南韩这边也有类似的状况 只不过南韩政治的险学是日本问题 夸张一点来讲 在南韩你做什么都可以 就是不能够亲日 亲日这个标签呢 经常是政客用来诋毁对手的武器 因为亲日这两个字 代表你是叛徒 你伤害了南韩的民族情感 毕竟当年日本殖民 朝鲜半岛的时候 酿成的危安妇 还有强迫劳动的争议 至今都是悬而未决的 日韩关系呢 坦白讲就是六个字 简不断 理还乱 朝鲜半岛日治期间 南韩妇女被迫当日军的危安妇 韩国人们继续的努力都没办法 被迫到日本矿场和工厂劳动 朝鲜半岛从1910年开始了长达36年的日治时期 直到二战结束 甚至直到今天在南韩法庭上 不断有着要求日本赔偿的诉讼案 对于南韩的判决 日本将不满 演变为贸易争端 2019年7月 日本提高贸易限制 阻挠南韩企业购买日治的三种化学品 分别是用于制造半导体的 浮化氢及紫外光光阻迹 和制作欧类面板的浮化剧西亚安 还暗指是因为南韩违反规定 将这些化学品卖到北韩 伊朗等被制裁的国家 才会做出惩罚 而这些日治化学品 占全球供应量的90% 通常用于制造半导体和显示器 只有与南韩的经济命脉息息相关 因为光是该国半导体两大巨头 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 就提供了全球61%的记忆体晶片 因此南韩开始推动晶片原料 自给自足 总统文在寅2021年7月更表示 已成功减少对日治三种化学品的依赖 但除了从日本进口的浮化氢的金额 真的从2018年的6685万美元 降到2020年的937万美元 由国产取代日产外 人摆脱不了日治化学品的需求 南韩官员就亲口向日经亚洲表示 虽然现在集子外光阻迹 大部分改从比利时进口 但这家比利时公司其实是 日本材料制造商JSR的子公司 至于南韩政府宣称日本进口量 趋近于零的浮化剧西亚安 更是不减反增 2021年前半年比去年同期增加15% 可见南韩半导体产业 仍相当依赖日治化学品 然韩日的各种交锋 得追溯到一个多世纪前的仇恨 1910年朝鲜半岛被日本殖民 许多南韩人被迫在条件恶劣的 日本工厂和矿厂工作 数以万级的女性被拉去当未安妇 直到轴心国在二战中失败 1945年终于结束了日本的殖民 并在1965年签署了韩日基本条约 主要是以8亿美元的代价 彻底并最终地解决所有关于 殖民时代的索赔 这笔款项在当时是韩国GDP的四分之一以上 却遭到民众强烈反对 殖民时期造成的伤害争吵不休 2015年的一场声援为安妇活动中 突然掀起一阵骚动 树丛中冒出火焰 旁人焦急的面火 拉近一看 竟然是一名八巡翁 营火自焚示威 送医后仍伤众过世 同年年底 日韩再度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时任首相安倍晋三 透过外向岸田文雄表示 最诚挚的歉意和自责 并向首尔捐赠1000万美元 建立一个基金会 来弥补幸存的未安抚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两国领导人 同意不在于国际舞台上 对着争议相互批评 但南韩受害者 认为安倍没有亲自道歉 缺乏诚意 批评政府没有跟他们讨论 就禁止向日本妥协 因此文在宁 2017年成为南韩总统后就宣布 不接受前总统普景会促成的 2015年协议 到了2018年底 南韩最高法院跟裁决 日本企业需赔偿二战期间 被强迫劳动的南韩人 被点名的企业是 新日帖驻金诸事会社和三菱重工 但日本认为 1965年签署的条约 就已经解决了这些事情 结果南韩法院又搞制一出 因此在隔年7月 以限制出口化学品到南韩作为回集 激起南韩民众的爱国意识 不少商家宁愿少赚点钱 也不卖日货 一个月后 日本更将南韩移出白名单 不再是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 也就是说 从南韩进口到日本的货物 将接受更严格的审查 重创南韩一千多种商品的销量 随着贸易关系破裂 南韩政府同月宣布 终止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这项协议允许两国 直接共享有关北韩核武 和导弹活动的讯息 确保两个美国盟友 在防御上保持一致 然而终止协议 意味着南韩无法迅速得知 水域的异常活动 日韩闹脾气 间接削弱了美国 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三个月后 美国成功调解了 南韩2019年11月宣布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得以继续发挥作用 却惹来民众不满 时至今日 文在寅虽然在2021年8月的 南韩光复节 纪念脱离日本殖民统治 76周年活动上 您却表达希望通过对话 改善韩日关系的意愿 但慰安妇与强迫劳动争议 还是不断在南韩法院进行攻防 为日韩和解关系 平田变数 不过也就在这个moment 有一个转机 有一个转列点似乎出现了 有研究发现 南韩的仇日情绪 转变为反中亲美 这是不是会影响到 南韩总统大选的结果呢 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的跨观点 我们邀请到韩国同德女子大学的金润泰教授 我们要问她反中的情绪 为什么会在南韩发酵 还有这个氛围 会不会从朝鲜半岛扩散出去 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到 国际社会的样貌呢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全学道天室 刚才的时候我们提到仇日情绪 在南韩的经济圈跟政治圈蔓延 不过现在跨观点单元 我们要来看 为什么这股情绪正渐渐转变了 转变为反中亲美 南韩新闻大致C3N跟民调机构 他们在2021年5月进行了联合调查 访问了1000个人 最后统计出来了一份长条图 对各国的情绪温度 那当然温度越低 就代表情绪越负面 温度比较高的话 就表示是喜欢的 情绪正面的好感度很高 那好感度最高的是美国 高温57.3度 其次是日本的28.8 北韩的28.6 令人讶异的是 最低的竟然是中国 才只有26.4度 但这其实跟2016年以前相比 真的差很多 因为以前南韩几乎可以说是 很喜欢中国的 那个时候我们来看 美国呢那时候还有73度高温 中国60 日本43 北韩呢则是28度 那虽然之后各国都是这样子 一路下滑的走势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到了2021年 比起日本跟韩国 南韩人竟然更讨厌中国 其次他人就直接点出了 我讨厌中国正在逐渐变成 可以说是南韩的Zeitgeist 一个新的时代精神 原本的问题是 中国对南韩来说是怎么样的国家 现在已经进化了 已经变了变成南韩 为什么讨厌中国 以及有多讨厌中国 而且有超过58%的受访者 他们都觉得中国 趋近邪恶 只有旁边这一小撮 大概不到5%的人 他们认为中国是趋近善良的 我们要请到南韩的中国议题学者 同德女子大学的金润泰教授 那这边我们第一个想要请教的 是一个比较大方向的问题 刚才我们提到说2016年 是韩国从仇日变成到仇中的分水岭 那我们想要请问教授 这一年2016发生什么事情 导致南韩民众越来越讨厌中国 甚至会用邪恶这样子的词 去形容中国呢 这可能是2016年开始的 由于这个沙德部署的争议 跟随着来的这个中国政府的宪韩令 这个使得韩国跟中国的关系 变得冷淡 最近还有最近这个香港的民主化运动 还有对台湾的这个长颖态度 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这个人权侵犯 对缅甸这个军事政变 政变保持一个沉默 还有呢这个我们的印象里面 在中国政府支援军事独裁政权的国家 等等的这种负面的评价 都是影响韩国人的一个反中情绪 而且其实南韩这股反中情绪里面 有很大的世代差异 现在我们来看这张图 我们知道年纪越轻的人呢 在南韩竟然是越讨厌中国 这个温度图我们知道越低温表示越讨厌 那20多岁的年轻时代 他们给中国的温度只有15.9度 这么冷的温度 几乎是旁边你看到40多岁的中世代 给的28.3度 跟50多岁的30.8度的只有一半而已 所以当然我们就要请问教授 划分出这个世代差异的因素 请问教授觉得是为什么 我看韩国的10岁以上的老一辈 中年以上的人 还有着中国跟韩国友好时候的好记忆 当然这个时期 也包括在中华民国的这个时期 就是那个日记时代 中华民国政府 就很多就帮 帮这个韩国的这个临时政府的事情很多 那虽然现在就转变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是呢还是有那种 中韩两国的一个精神上 文化上的一个认同 还是存在 还有那个我们同样受到 这个日本的一个侵略 可是他们并没有进行过 这个真正的一个道歉 可是他们呢反而就每年参拜 这个象征日本帝国族的靖国神圣 这个老一辈的反日情绪呢 很强烈 这个你们也知道 那但是现在的年轻一代 从小就受到这个中国威胁论的一个影响 就是几乎没有时间体验过以前的中国文化的一个美丽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在年轻一代很容易接触这个网络 那网络上这种反中厌中情绪就越来越严重 就是能引起中国人反感的厌中内容太多太多 一旦有了这个金钟内容出现 他们就会把它当作中国的中国政府的一个文化侵略 所以呢他们马上进行这个反击 当然呢这种现象的泛滥 也是一个失控互联网的问题 好所以C3N的这本杂志的调查就指出 20 30岁这个世代 他们是讨厌中国一切的 可以说是核心群体 就是大多都说不要来 他们讨厌中国文化 讨厌中国产品 讨厌中国料理 讨厌电影 讨厌戏剧 更讨厌中国企业 尤其中国共产党 更是以81.1%的高分 荣登最讨厌宝座 那还有南韩民众呢也选择 不要过度依赖中国市场 这份民调发现 有将近82%的受访者 他们认为 right now 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是美国 认为是中国的只有7.7% 那认为十年之后 最大的经济体 一样会是美国的受访者 同样是有将近五成 参加之下觉得可能会是中国的 则只有28%不到 就连军事实力也一样 有超过83% 83%的受访者 他们觉得 现在美国的军事实力 毫无疑问是最强的 那认为是中国的 只有6.8% 那认为十年之后 美国还会是最强的 有64.2% 认为中国有机会取代 美国成为军事霸主的 只有16.7% 还有节目一开始 我们也提到 3月9号 3月9号 南韩就要选总统了 现任总统文在寅 他所属的共同民主党 就是进步派 那向来在韩国 进步派呢 是比较亲中的 因为他们把中国 视为可以去跟美国 抗衡 这个抗衡美国霸权的力量 那相较之下 南韩的保守派 则是亲美的 所以想要请问教授 南韩社会的仇中情绪 如何影响到 各阵营他们的政见 还有他们不同的选战策略 那过去很多人就认为 这个韩国的安保 一定要看这个美国 要靠这个美国合作 而经济上呢 就是需要跟中国合作 但是呢现在 安保跟经济 都要靠美国的舆论 越来越上升 这是 实际上 有很多人就 以前投资到中国 韩国企业很多嘛 可是这个韩国企业呢 现在在中国维持生产活动 很难了 所以只好搬迁到 这个东南亚国家 这种种种的问题 已经证明了 跟中国的经济上的合作 也不是很顺利的 保守阵营 一有机会 就会攻击 这个进步政权的 亲中态度 比如说 我们最近在 确定这个新冠病毒的 名称的时候 这个保守阵营 叫它 武汉肺炎 很刺激吧 可是呢 这个政府和执政党 一直要叫它 新冠病毒 那双方互相对峙 那保守阵营指责说 这个进步政权急于看中国的脸色 就要保护中国 这样骂 保守阵营一直要把进步政权 就矿在一个亲中 还有从北 还有托美反日的这种矿架之中 而相对之下啊 自己的保守阵营就表现出亲美跟反中的态度 特别是哈 最近保守阵营的有力候选人 前检察厅厅长尹熙岳 你认识吧 尹熙岳 他以很强硬的态度对待中国 这很可能就是为了拉拢 这个年轻一代的选票战略 可是 他们当选之后啊 政策怎么变 这个还要看情况很定 好感谢 同德女子大学的金润泰教授 透过在地的观点 深入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 反中情绪还有中国因素 现在正在如何行诉 这场南韩的总统大学 乃至于整个南韩社会 下一张夯新闻 我们将会透过驻日 特派记者梁真妮 让我们看看日本各年龄层的民众 怎么样看待台湾还有中国的 马上回来 回到全学聊天室 如果今天问台湾人 对全世界哪个国家最有好感 日本绝对名列前茅 甚至还有可能是第一名 日本好几次雪中送炭 捐赠疫苗给台湾 甚至呢 在台湾我们的凤梨跟世家 被中国打压之后呢 日本也立刻大量进口来 相挺台湾 我们甚至还透过 101来对日本 平凡的告白 那目前我们已经看到 中国因素深深影响到 东亚各国的外交策略了 那目前台湾跟日本 两国无论是民间交流 还是官方交流 都越来越热络的情况下 日本人 日本的当地民众 他们是怎么样看待中国 又怎么看待日本 对中国跟对台湾的关系呢 我们的特派记者梁真妮 直接在东京街头 帮我们做了民意调查 一起来看 中国因素在美国 欧洲各国 澳洲等 民主阵线国家 已经是首要考量的政治因素 对中政策变成各国政府 或甚至面临国内元首选举时 必要讨论的议题之一 而首当其冲的东北亚国家日本 跟中国的爱恨情仇已纠缠多年 现在日本民众会希望政府 如何面对日益强大且极权的中国呢 对中政策变成各国 我认为是有良好关系的关系 如果能够取得出来的话 我认为能够取得出来的方法 但是观众的观众 我认为中国的印象是有的 所以我认为是很难的 我认为是很难的 但是在经济上有很强的结架 但是政治的中国的振舞是異常的 所以非常排他的 而且受得得不容易 所以我认为是有距离 我认为是有所接触的 我认为是近隣 所以我们不能避免避免 但台湾是最好的国家 所以日本和台湾是重要的关系 所以中国人 也认为是有所谓的 我认为是有所谓的 大多数受访民众都指出 经济因素让他们觉得日本政府 不可能和中国撕破脸 但中国的威胁也不容忽视 因此还是认为得保持距离 维持经济伙伴以上 友好国家未满 然而日本和台湾的关系 近年急速升温 再多次台湾遭受中国经济 或政治打压时 日本从政府到民间 都能看见为台湾发声 甚至做出实际支援的行动 一个国家从政府到民间 支持另外一个国家 其实在国际上是少见的情况 在这样的状态下 包夹在台湾与中国之间 日本民众会希望政府 怎么拿捏 与台湾和中国互动的热度呢 中心 对 如果是否有任何方向,我希望可以做到哪些地方, 所以我想做得更好。 我希望做得更好的角色。 基本上,你能做得更好。 我希望能做得更好。 你不要做得更好。 但日本人是下手。 謝謝。 我希望能夠射入。 我希望能不能做更好。 日本是台湾长的历史中 有效保持着 中国的姿势 应该好好地取得 谢谢 目前一种我们看得出来 相较于南韩民众 对中国的观感越来越差 日本民众似乎就 没有那么反感了 刚刚接访的影片 我们看到 一般人对中国 虽然是有点提防 但是因为经济往来频繁 所以日本民众 还是希望日本政府 不要跟中国闹翻 那这样子的日本民意趋势 接下来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呢 我们会继续为您掌握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全球聊天室 每一天我们都会为您搜集 来自全球的焦点话题 我是Gina王显瑜 我们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